各位粉丝兄弟们 你们好啊 马桶人VS监控人第68集part1里 泰坦电视人帅了我一脸 所以分析视频的时候就分成了两期来做 让我好有时间平复心情 能更冷静地挖掘本集中的细节 然而我发现这样的效果似乎不太好 上一期的分析视频播放流量 直接拉胯到我无法想象的地步 是不是因为我的分析实在是太超前了 关于现在的泰坦电视人 是中层干部合体论得不到大家的认同 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我不是太清楚 毕竟视频播放拉胯了 很多粉丝兄弟都可能没有机会刷到上期视频 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还有一个合体理论 说句题外话 有个平台封进我的马桶人 但是别的博主发得好好的 这个我真的是想不透彻 假如其他博主是发的打马版本 我还可以理解 可是他们的作品连马都没打 甚至在解说的时候 国粹口头禅铿腔有力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昨天想了一天加今天的一个早上 终于想通透了 那就是不要去想 努力做好自己的影片 我就是我 是不一样的烟火 希望跟我一样 有着类似困扰的粉丝兄弟 能够早点想通 千万千万不要抑郁 虽然学业很重 工作很累 假如你不介意的话 有我陪在你的身边 咱们互相取暖 你觉得如何呢 在上一期视频里 我特别推荐一个泰坦电视人的合体理论 并留下了本期会更精彩的预告 因为这一期影片会介绍一个 大家超级超级想要了解的新种族情报 以及对本期当中所有语音的解读 那么为了保证不错过接下来的细节 请你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为自己设下一个不能白忙的理由 阻止自己滑走 因为接下来的内容超级精彩 并且是其他频道看不到的信息 你已经点赞和订阅了吗 那我们开始吧 接上期讲到泰坦主电视 红光放射烧死激光Gimon 看出他的死亡姿势和第65G里的皮套机曼 以及第67G里的马桶博士类似 加上泰坦监控王身体终结导弹机曼的场景 可以证明这三个假机曼全是皮套克隆体 它们的防御很高 能够在全胜状态下的双泰坦 手下坚持一段时间 可是面对泰坦电视人却毫无还手之力 这里其实是细节 很多粉丝兄弟都在担心 泰坦监控王和泰坦音响人泰水 你们白担心了 泰坦电视人很强没有错 但是他的技能对上皮套机曼 更有针对性 才是具有碾压优势的核心 更简单的说就是 皮套的防御力是无防 而泰坦电视人不将武德用的是魔法伤害 在泰坦电视人终结导弹机曼时 画面左下角出现一个不速之客 就是大家担心了很久都没出现的预温风马桶人 他躲在远处的黑暗当中 紧盯激光机曼被处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他是来这里查探情报的吗 还是说他有特殊的任务 看到我是提心吊胆了 这泰坦电视人的新手保护期还没有过吧 不会这么快出现状况吧 UFO马桶人最终什么都没有做 镜头就被移开嘛 然后我们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寄生马桶人又出来搞事了 不过泰坦电视人早就预计好这种状况 身上的紫色能源直接烧死寄生马桶人 有惊无险地对过了这一招 不过我这里有个小小的疑惑 寄生马桶人一直以来寄生的都是完整体 像泰坦电视人这样分头行动啊 寄生一个身体算什么事 寄生马桶人自己控制吗 寄生成功的话电视头会回来吗 也许大复刻也没有想这么多 不会发生的事情就不用考虑 毕竟老早以前就说过了泰坦电视人不会被寄生 接下来的画面就有些尴尬了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还以为这个原距基曼很牛批 结果在回味的时候 才发现是打了一集酱油的双泰坦 看到泰坦电视人这样的表现 松开了本来抓得好好的原距基曼 注意看泰坦影响人的双手动作细节 是一个有情的手势 微小动作闪避原距基曼的攻击 实际上是在表示自己的实力 这个细节一般观众我都不告诉他 泰坦监控王憨厚老实的多 没有多余的动作 他们俩的行动确实很符合他们的性格 虽然是机器人 但是大福克做的这个细节 真把他们两个给做货了 这个正好是第68集的预告截图画面 我分析的大错特错 好像除了第67集 马桶山基地分析的比较靠谱外 其他的分析不说南辕北辙吧 反正跟正片是完全没有关系 好伤心啊 原距基曼没有什么细节可以分析 因为他是泰坦电视人的最强绝招背景版 只见泰坦电视人抬起右手 然后黑眼笼罩 右手紫禁能量光刃就离体 传送到了原距基曼的身后 先是切掉两边原距 然后在他转头查看情况的时候 意见定音 原距基曼死的那叫一个憋屈 那叫一个可怜 泰坦监控王和泰坦音响人 也是毫不吝啬地送上点赞和掌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呢 在镜头转换的时候扫过了马桶博士的皮套 可能是因为静景透视的关系显得超级大 大的我有些怀疑他是不是会成长 干掉最后一个克隆基曼后 泰坦电视人再次展露出经典表情 但是听到有个普通的小马桶人 唱着战歌无畏冲锋 这个小马桶人有些奇怪 属于最最最低级的马桶人 毫无威胁的那一种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反正他被赶过来的五头电视人 直接摔在地面上爆开了 很多小伙伴在这里听到了五头电视人 说了一句脏话 虽然我说要给大家准确的答案 但是脏话原文就不放了 骂的是这个小马桶人 和之后的台词不相关 大家了解到这一点就好了 因为好多人都在误会 这句脏话是因为主视角监控人 指了一下马桶人基地 这里还有个细节 主视角监控人的手套上 首次出现了花纹 不过在镜头转换的时候 花纹有变色和消失 不太清楚花纹的出现 是不是因为渲染的原因 所以现在只能假定 将来可能会出现特定的主视角监控人 承载特殊的剧情任务 主视角监控人没台词 他是在示意马桶人基地 于是五头电视人回复他的一句话 我们就在这里看好了 大家可以试听一下 我会放正放和倒放两个版本 除了这两句台词以外 泰坦电视人在终结原剧金曼之前 也有一句台词 你真的很可怜 大家请注意了 同样是两个版本 最后一个小细节 监控人的支援部队已经赶到 还有UFO马桶人 悬浮在空中并没有离开的迹象 他也是目前唯一可知 在马桶山现场的马桶人 他们会不会又出现冲突呢 可惜下一个趴着 不会揭开隐藏在他身上的迷雾 至于马桶人基地里面发生的事情 相关同人作品已经做了太多 盲才大幅刻 会在战斗细节上努力 制作无脑爽片 刺激一下大家的肾上腺素 顺便在结尾的时候 再给咱们来个惊喜 最后特别感谢 粉丝对泰坦电视人 是合体的理论的一些补充 我也再添加一点新理由 首先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很合理 大幅刻是变形金刚的死忠粉 能合体的变形金刚 是动画里超级重要的角色 在马桶人VS监控人里出现很正常 然后是泰坦电视人的本体 在攻击的时候核心会转动 是在给武器传递能量 分头行动的小电视 则不需要核心的能量 所以就不会转动 这个解释了我在上一期提出的问题 我觉得很有逻辑性 再就是泰坦电视人的弱点 除了屏幕仍然会是弱点之外 核心也变得很重要 从泰坦电视人 每一次核心受到攻击的时候 都会进行主动防御 可以证明 差点忘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情 没有说 这个真的是忘了不应该 但是我没有证据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电视人和监控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希望听到一个否定的答案 以往的剧集里 电视人对待监控人 从来都没有过很好的脸色 更别提按照监控人的指挥形式 以前打架的时候 直接把主视角监控人扒到一边 发现马桶人带了防护镜 直接掉头就走 听闻反击声战车被毁 二话不说 直接传送 直到最近几集打得顺风顺水出镜的时候 才没有发生矛盾 问题就出现了 五头电视人 怎么会专门对主视角监控人 做这样的事情呢 明明身后就是泰坦对不对 这个主视角监控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手套花纹真的是特殊标记吗 可惜我没有证据 粉丝兄弟们 你们有合适的推论吗 赶紧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找出答案 也许这个问题 比入微风马桶人这个新种族 更加有趣哦 对了 泰坦电视人身上还有一块屏幕 你们知道是谁吗